古有诗说新语,仅有诗说新闻 欢迎您收看是2月22日的诗说新闻栏目 我是记者王卓然 年底节假日就要到了 疫情之下,洛杉矶唐人街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一边是大排长龙30分钟以上 另一边是冷冷清清的店家,几乎无人问津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面是鬼城 一面是闹市的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呢 今天的诗说新闻就来带大家看一看 疫情下的洛杉矶唐人街 受疫情影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华步大街上都会变得非常冷清 但是华步的一家店前面 排队购物的人却排出了10米以外 大家不惧疫情来抢购的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 我叫Hosei,我的家住在圣盖博谷地区 今天是因为我的女朋友住在China Town附近 所以今天我来陪她买一些新鲜的鸡肉 因为马上要过圣诞节了 所以我想买一些鸡肉可以用我的方式来烹饪他们 给我的家人和我女朋友在圣诞节的当天 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从疫情开始以来,我一直都在工作 因为我是一名建筑工人 而这次疫情对我们建筑业来说影响并不大 反而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 我也不知道疫情会什么时候过去 我只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注意防护 能够早一些地打上疫苗 我也希望能尽快地让COVID-19离我们远一些 这一次看到China Town和我之前来这边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店家都已经关门了 不过这个卖鸡肉的还开,这是非常幸运的 所以我今天就来排队了 这一次疫情肯定对大家 很多商家来说都很有影响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熬过这个冬天 但是另一边与大牌长龙的店面仅一接之隔 华步的中央广场商业区及周边店铺 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样貌 有的店是开着的,部分店家已经关门 即便是开着店的店家 有的服装店还大甩卖 也没有几个顾客光临 整个广场店家显得冷冷清清 有店家表示生意在疫情期间下降了80%以上 房东有帮助他们减租 虽然开店可能没生意 如果不开门,每天的亏损会更高 前来华步订购圣诞晚餐的一位非裔女子 居住在洛杉矶多年 看到目前华步因为疫情导致的冷清景象 与前几年在华步见到的热闹景象相比 唏嘘不已 我就住在这里,今年57岁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来这里 看到现在的景象,我感到悲伤 这里的很多商店不会再开了 我和朋友经常来这里 我儿子以前经常来那边街角的一家店 买拼装玩具 这家店现在还开着 疫情期间,我基本上每天待在家 会跟儿子来逛商店 我们家每年圣诞平安夜 都会去福州饭店吃饭 这家餐厅目前还开着 我们还是会在福州饭店订餐 然后取餐回家吃 但是不能在店里吃 依旧很让人感伤 这个圣诞会很枯燥 中国新年也快来了 这边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 以前这里有很多亚裔女孩 穿着传统服饰 打着伞在这里,很热闹 那场景很美 现在却是这番景象 我现在57岁了 我在目前的工作单位 工作了有16年多 现在因为疫情放了无薪假 但是这没关系 我有一个在波莫纳公益大学 读书的19岁的孩子 我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除了当地居民会感慨 今年疫情之下滑布的冷清 也有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常来滑布消费的 其他族裔的居民 也对如今的景象感到惋惜 我就是曾经在中国的 那个大陆的深圳 广州 中山这些城市 就是生活和工作 我真是超级喜欢中华文化 那我今天来唐人街 就是为了在圣诞节之前 给我的孙子孙女买红包 不过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部分店家没开门 我只能找到这种 比较短的红包 那通常情况下呢 我就喜欢那些比较长一些的 因为这样在放钱的时候呢 可以不用把钱折叠起来 但是你也知道 这特殊时期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 如今这个疯狂的病毒 正是让大家的生活 完全就是变了一个样子 然后也看到这个 唐人街的往日的人潮不在 真的让我有点伤感 我也希望这个病毒早点过去 对美食比较有研究的朋友 可能会知道 在华步有着洛杉矶 最有名的炸鸡店 Hawling Race 之前呢 这家店都是要排队几十米之外的 目前的店面前也是另一番场景 可以看到 该店前面只有零散 三五人在排队 店家的防疫措施做得也很足 店门紧闭 连窗户都没有 顾客提前往上订餐后 再凭借收据来取餐 尽量减少店员和顾客的接触 并且目前这家店不接受现场点餐 只有自取和送餐服务 马上就要过节了 华步附近呢 还是有很多街友住在街头 有游民把垃圾桶丢在路口 但是可以看到圣诞节前 已经有清理车在清理游民住过的地方 为了在圣诞节前夕制造良好的 是荣是吗 以上就是今天是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在这里提前祝您圣诞快乐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